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在录音的过程把她当成来宾在对待 哦真的哦 就是真的把她当个来宾在访谈我不认识她 但其实我觉得学姐一直把你当姐姐 然后我就发现她的回答 就是她在我们有一题问她说她因应压力的方法 因应压力的方法 她说她其实她的回答让我蛮讶异的 真的 我就回家想了一下学的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容易说出这个答案 而她的答案对我来讲其实不容易做到 然后其实我有一点 我就在想 我是这么努力的才学会这件事情 可是在她身上好流畅哦 对 然后她在讲说 我觉得是什么的时候 我那一刻有一种 跟我预期心中在家里问问题的时候 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现在听众朋友一定满头问号 到底是什么问题 大家才会进去听嘛 还要继续听下去哦 然后对 然后我也觉得 那到底那个差别是谁啊 是什么 我有跟我分析师讨论这件事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因为她有我 因为我是她姐姐 所以我的这个角色给了一些资源 可是我生命里没有姐姐这个角色 就是我没有一个 我突然想回答你说 你不是有哥哥吗 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打枪到杨哥哥 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不一样 对然后 我回头之后 我就是去认真思考我们的差异 以前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可是我真的冷静下来想一想 我其实蛮感谢自己的存在 因为我的存在才让另一个人 在生命里有一些很丰沛的资源 在她面对压力的时候 她可以很自然地度过去 对 那这其实是彼此的礼物 嗯嗯嗯嗯嗯 好哦 所以听众朋友 要是对于杨老师这样子的开场 很好奇的话 记得要把今天的节目听完哦 她睡醒了 不管我有没有睡饱 就是换尿布 喝奶 然后陪她玩 然后她哀哀叫 想尽办法让她不要哀哀叫 然后又一个循环 她又饿了 然后又要喝奶 又要泡奶 洗奶瓶 换尿布 换尿布 就是如此 爱哀叫陪她玩 不要让她哀哀叫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 你的生活都处在一个很 重复的状态 如果针对养小孩这件事情是对的 它就是重复到 我会觉得 人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有点厌世吗 蛮厌世 对我来讲蛮厌世 但是我发现 其他有些妈妈蛮快乐的 这会给你压力吗 感觉好像其他妈妈是快乐 可是你是身为这个妈妈 你却觉得有好多情绪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 我不会啦 我就会觉得 我就不是很适合 在家带小孩的妈 所以今天才特别请你来聊一聊 怎么当新手妈妈这个角色 然后不要把自己给逼死 就是不要管别人的声音 当作别人的声音是背景音啊 OK OK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好啦 但我觉得有点热耶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录了 真的吗 心里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 你要说我是智商心理师杨嘉玲啊 还要我自己帮你接吗 我是智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宜璇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是每周六晚上七点 Podcast是礼拜天早上十一点准时更新 透过心理学与生活的对谈 陪你度过周末 帮你消除心里的疲劳 在收听之前 无论你在YouTube或Podcast 都邀请你先按一下订阅 我们现在有IG频道哦 记得追踪起点文化 并且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有你具体的支持 是我们制作节目最大的动力 现在我面前这个妈妈一直在深呼吸 他不知道原来他订到一个请敬礼 对他不晓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发 这么的特别 然后连杨老师都忘词了 我刚刚差点要说 我是智商心理师杨嘉玲的朋友 我来介绍他出场 好啦 你有没有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干嘛 我们今天刚刚听众都有听到了 我们应该会剪一些进去 就我们现场有个大来宾 就是我经常说的 我在起点的大学姐 宣宁这样子 然后宣宁今天到我们的现场 就是要跟我们聊聊新手妈妈的生活 那我觉得宣宁很值得来聊的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过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一般妈妈 不敢呈现的态度 是 跟心态 不敢不管别人要怎样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集 那个自我本我操我 我们也有讲到学姐 对不对 真的吗 对 那个你自己要听 我们不会在这里跟你重复 这个所有的听众 之前讲到的学姐啊 小宣室啊 天女 都是同一个人 都是同一个人 对 嫉妒那一集 有没有 我们今天把本人给请出来了 是是是 就是很想不开 这样 好 我竟然答应了 学姐要不要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就是大家口中 谣言 一直都在说我坏话 你怎么来节目黑我们 你扭曲咯 好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一集 因为先前我们有一个新闻 其实一个蛮难过的新闻 就是日本有一个女性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她的 是的 竹内节子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人说 她可能有产后忧郁的状态 是是是 所以因为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蛮多人就开始意识到 关于妈妈这个角色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 都有一些理所当然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跟尹选没有当妈妈 我们就只有是毛小孩的妈 对 所以我们真的请了一个真的的妈 是 她的小孩 你现在小孩多大 一岁半 不是一岁半 一岁 一岁一个月 你看我的前一世很想她一岁半 一岁一个月 你刚才说她今年二十岁好了 可以吗 可以快一点吗 压力大到她很想赶快长大 但后来想想每个 就是问我的同学比较 小孩比较大 他们都会说 没有没有 你这个阶段才是最好的 对 每个阶段都是最好的阶段 对 后来我就算了啦 随便啦 她开心就好 她会长大就好 是不是当了爸妈之后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当爸妈前 会有一些期待就是 我的小孩要漂亮吗 还是我的小孩要将来可以弹钢琴 就是你们在生小孩之前 在跟你老公在一起 有去对这个孩子有期待吗 说实话我们没有 因为他是以外来的 我来不及有期待 你怀孕十个月过程还是有一些想法吧 怀孕十个月 哦从怀孕开始 真的不会去期待小孩未来要怎样 当妈妈的时候 那个当下都只希望她健康就好 所有的超音波 所有的任何的检查 我只期望她可以健康 然后时间倒再出来 这也跟我听到很多朋友的分享很像 就是小孩还没生出来之前 他们所有的愿望就是 啊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手指头该有几只就有几只就好 鼻子眼睛嘴巴都有 对对对对对 然后等到生出来之后 那现在的期待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好动 可以安静一点 然后再往上就是什么才艺啊 功课啊 就完全忘了她当年 其实只是要小孩 健康康康平平安安就好 一般的 一般的爸妈会这样子想 对那对你来讲 现在你当妈一年又一个月吗 你会觉得 你就说你自己就好 你觉得对你来讲 最快开心的地方是什么 还有你觉得最辛苦或有压力的地方 最开心的地方 我就是看她真的会开始 哎呦会翻身的 哎这是真的耶 什么什么 什么几月爬几月的 哦原来这都是真的 哎真的会造成那个七座八爬九发芽 但是九发芽 那可以浇水是不是 就哦原来 那个是 以前都听着听着 然后现在真的在眼前 眼前有个活生生的生物 原来我们以前是这样子长大来的 哦 就那个成就感是真的随着她 哦看着她会翻身 看着她会爬 然后很奇怪的爬 那些很奇怪的 然后开始会叫妈妈 然后那个 你有感动吗 当她讲妈妈 哦那时候当下是 你在叫谁 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个新乐趣 就是她可以cue 唱歌唱歌 对对对 就是她开始跟你互动了 大概快一射左右 你就会觉得 比较真实 以前真的没办法互动 你就会觉得 她就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洋娃娃 对 就是会一直哭 对然后你搞不清楚 那为什么哭 你哭什么哭啊 你该喝的该喝了 哎我听说有妈妈就是 一直搞不清楚她小孩 在哭什么 她压力很大 然后很挫折 你会有那个经验吗 呃一开始会 就是真的在前三个月的时候 想想 他到底在哭什么 现在在哭哪一条 然后就开始Google 就是三个月哭 到底是长脚痛哭 还是她是什么哭 可是我觉得后来 我比较自然是觉得 当了你真的 当了妈真的有那个直觉 你知道你自己的小孩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被 我后来就是 不要被外面的声音觉得 去干扰说 去干扰我对于小孩的判断 因为我的直觉事实上是最准的 嗯 我真的后来才验证 啊原来她 她真的 她现在的哭真的只是想 撒娇 撒娇哭 想要就是要妈妈的哭 你就分得出来了 我就真的分得出来 我相信我自己之后 我就真的分得出来了 所以那个有一个过度的过程就是 虽然你怀了孕 也真的把她生下来 可是到你真的觉得是她妈妈 你可以把她妈妈这个角色 她妈妈 她妈妈这个角色 你不要自己加强就没事了 当好好像有一段心路历程 然后会会会会有那一段 辛苦然后怀疑自己 到底能不能做好 嗯 然后 真的到最后是 一开始会觉得 想要每一件事情都很完美 就是人家所谓的 啊很优雅啊 然后很了解小孩啊 然后可以不要破口大骂 尽管她没有断掉这样 对啊 后来是啊 但只是逼死我自己 我还是做我 现在能力可做的就好了 对我刚刚有听到学姐 有一个很难得的地方 就是一般人很难 嗯 不管别人 不管外界的声音 真的很难 这个部分学姐 有自己度过的 那个心路历程吗 就是深呼吸 告诉自己 没关系 别人的意见都很好 但我要不要说 看着听着慢慢来 那你觉得这么多 别人的意见 你挑一个啦 可能你现在都觉得 好了你可以比较知道 你才是她妈妈 你是最知道怎么跟她互动的人 别人的东西就要参考 但在之前 你会有哪一条是最过不去的 就是别人跟你说怎样 对 那你可能 其他都好讲 但这件事你会 卡住 你现在突然这样问我 还真正想不出来 就是那个点 可能一按到你那个牛 你就会立刻理智线断掉那种 立刻理智线断掉 关于小孩的教养啊 或者是扶育啊 我真的现在突然这样问我 我真的 想不太到 你们在我旁边有发现吗 我觉得有一个 是什么 就是呢 前几个月 你现在好一点 前几个月呢 爸爸要 就是他阿公 就是小孩的阿公 就我爸爸 这关系要讲清楚 对对对对 不然张家伟就会背黑锅了 就是要 就是想要给他吃东西 而且味道比较重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 很蛮 就是会很坚持 我很坚持 就是人家说 小孩子在 四个月可以开始 吃副食品嘛 然后但是不要加盐 因为事实上 他的肾脏还没有发展完全 但我的老爸 好爱喂他桌上 大人吃的正常的食物 但后来随着时间 他越来越大 现在到他一岁了 我就也默默的打开了 所以你那时候 四个月知道说 哦原来他肾脏还没有发育好 然后吃盐 可能会造成肾脏 你怎么想这个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资讯 嗯 我就相信 你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啊 这件事情 就医生讲的 医生讲的多有效 医生讲什么 我都好 听着听着 那你那时候 有试着要去跟羊爸爸沟通吗 我多用力啊 我就直接 说说看 你不要再为他吃这些了 这些对他不好 当然阿公的角度 就会觉得 我后来比较能理解 就是他想要满足 他给孙女的爱 透过喂东西 因为孙女会开心 所以我才后来慢慢的释然 那一般前面 我就是直接 撅下去 因为小女儿的角度 我满用力的 小女儿是 是轩女 是轩女 我们家排行最小的就是她 所以呢 她是唯一在我们家 她敢跟我爸呛下的人 对对对对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公主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家学姐超真实的 怎么说 就直接撅下去 哈哈哈 但也因为有起点文化的熏陶 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要问那一题 就是有很多人过不去的那个moment 嗯 就是不论是家庭关系的撕裂啊 还是家庭的伤害啊 其实都是那种moment造成的 嗯 但学姐就是 她已经告诉我们她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 有一个挣扎是 轩宁当然因为 她有那个能力去看见 我爸爸在给食物这件事情 是在给爱 是在给爱 可是我觉得一般的人 比较困难就是 在当我有一个资讯是 收到医生说 这样子肾会坏掉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压力是 如果我没有照顾好的小孩 身体出了状况 那如果他将来长大 真的要肾烂掉这样子 真的 你会有那种压力吗 会一开始会 人家就 就是好像那个责任都在 会变成都是我没有照顾好 是我没有 做好妈妈的位置 对 是我没有把关 因为她没有能力嘛 嗯 她的状态是我要负责 但后来 也觉得 这是彼此我自己的状态 可是 我想问你就是 你不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 好像 你身为一个母亲 你有好多的责任 然后又需要 take care 很多事情 然后她好像一点点的 哪里没有弄好 都是 你要负责任 然后你 都是你的责任 就是 你没做好 都是妈妈的责任 嗯 会啊 但 但那个当先 我觉得在我的 在我自己的经历过程 我就会觉得 对 我知道这是妈妈的责任 但我 还是期望有身边的人 来一起 例如爸爸 嗯 爸爸 也该被训练 就是 从他不会 到他会 你现在说的爸爸是你的老公 对 我的老公 是是是 对 他不会 但 我发现 当我发现我自己累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开始训练他 让我的外部支援能进来 所以那个过程中 我才可以慢慢的再看见更多 爱的境 对对 学姐会求助 嗯 他不care 他敢承认脆弱 对对对 他不care 去展现脆弱 嗯 但我很好奇 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 身为女性 特别是有老公的人 应该会最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怎么训练你老公 哦 我怎么训练他 我先讲 他老公有多厉害 他老公可以一个人hold小孩 帮他洗澡 喂 玩奶 然后 陪他玩 陪他睡觉 整个过程可以一整天没有 妈妈在都OK 对 对 然后因为他白天去托英中心上课嘛 晚上他睡完整 他还可以帮他洗衣服啊 帮他洗学校的东西 我回家 晚上上 下完课回家 我真的就是 只是回家 对对对 所以有什么 pebo 或者是诀窍 可以跟听众分享吗 对 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关键是彼此愿意 他也愿意真的 我们的心路神 就是我们彼此愿意让小孩越来越好 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我支持他 我工作的时候他支持我 那他怎么训练他呢 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 让他在我们旁边 看着我妈 我怎么 这个妈妈怎么对付这个 用对付好乖 照顾 怎么照顾这个小孩 然后我的步骤是什么 那 我在他 一开始 时间当然不能长 那我就是交代他 这个算时间 几点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我指令非常清楚 我清楚到 我可以 就是你七点 喝奶 然后七点前要先洗澡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做完什么 我就会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就会鼓励他一下 哦好棒哦 你好会行为增强 好辛苦 我爸爸辛苦了 然后晚上说 你有没有要吃什么啊 鞋酥鸡啊 鸡排帮你带一个 对对对 我帮你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这样子 然后回去就是享受我们两个人的时间 因为小孩都睡了 OK 那你自己觉得 有小孩跟没有小孩 你们的关系有变化吗 嗯 可大的嘞 说 多说一点 是什么 是什么变化 你以前 你真的就只要管好彼此 你就是 你管你好 你自己 我管好我自己 然后你自己的家人 你自己管好 我自己家人 我自己管好 我们的防火线事实上 是有设好的 OK 对但有了小孩之后 你知道 后面的长辈的声音越来越多 就是长辈也会开始说 啊你要帮他干嘛 你要帮他干嘛 哦他感冒了 怎样怎样怎样 外面的人的声音就进来了 又进来了 所以在那过程中 蛮 很需要沟通 彼此说清楚 我对小孩 我想怎么 我期待 我期待怎么他 现在的他 我希望怎么去对待他 那能说得出来 那中间的火花 中间真的是用吵架 真的哦 会到吵架 也就是 不是太 不是太 太好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开一集 叫做夫妻吵架 学姐再来 分享一下 她老公也站在旁边 好好好 突然有一种做夫妻治疗的概念 不错诶 你回去问一下赵师傅时间 哈哈哈哈 OK 所以那个过程会很 要很多的沟通 非常多 那你自己觉得 在那个沟通里头 你最大的需要调整会是什么 因为毕竟 你是女性嘛 然后你又是小孩的妈妈 通常女性会比较知道说 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可是爸爸也会有他的想法跟意见 那我遇到很多的夫妻 在这里就会卡住 就爸爸会有他的坚持 妈妈也会有他的坚持 我的部分 我最后 我以为我的坚持 一开始连泡奶的顺序 我都要管 SOP SOP控制 对对对 要先放 通常 又是护士教 医生教 你要先 我觉得你看那个护士医生 有多厉害 跟老师说是一样的 对 就是说泡奶要先放水 再放奶粉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不能拿起来 上下摇 要左右摇 心想说我们以前不是就这样子喝大了吗 真的吗 要左右摇哦 对啊 就是这样摇 就是你要用双手用搓的 你不能上下这样子 切切 泡沫会太大 会让他脏起 哦 哦 学到了耶 这个是好厉害的小细节 对就当了妈 就 医生就会跟你讲 护士就会跟你讲 嗯 一开始我连这个都要管 然后呢 后来我发现 我都发现这样子 我管他 他事实上他也不开心 不舒服 他事实上会觉得 我有泡好奶就好 小孩有喝就好 对 那我后来也就觉得 对啊 他事实上我们的结果 事实上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小孩有喝到奶就好 那我为什么要去管他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不要是用冷水泡 奶就好了 不会啊 轩姐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东西 我想特别点出了 很多新手妈妈 或新手爸爸 我觉得现在爸爸的参与 育儿也越来越多 现在的男士很愿意投入 对对 我们要给他肯定 可是我觉得好像 会有很大的压力是因为 我们的内在 已经写好了一套剧本 觉得这样才对 比如说如果你就是 坚持不肯松动 关于泡奶的流程 因为你会有一个主张是 这样小孩才不会胀气 然后那个继续推演下去 就是如果他胀气 我就要花更多时间哄他 对 然后晚上就不睡觉 好累哦 然后就又会引起 夫妻之间的争执 没睡饱 隔天长起来 脾气臭差 所以如果那一套剧本 你一直推演下去 你对他的想法叫做 不照做就会有坏事发生 对 你就永远看不见其他的可能 嗯 然后你就会把自己逼死 也要把旁边的人逼死 对 然后逼死的 平常的那个空气 都凝结着紧张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 很很关键 你不管在讲 小孩的阿公 就是我们的爸爸 关于吃东西 你从坚持不让他碰盐 到算了随便 有适度的控制就好 有有有的时候 我在旁边也会说 可以不要让他这样吗 然后到你可以看到你老公 其实他有那个意愿 虽然他 SOP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可是你愿意看见的事情 是他 他有想为孩子付出行李 所以你就可以先把剧本 放到旁边 对 没错 不然的话 那个剧本其实是强大的原因 是第一个 它来自于专业人士的 背书 背书 对对对 医生的话好像很难抗拒 无法 我没办法承担小孩 好 如果没有照听 他就不好了 怎么办 所以那个医生的话那么强大 是背后不是医生代表的 权威地位而已 还包含着 你好害怕小孩出事之后 会是你的责任 对 没错 所以你很害怕 你负担不起责任 所以你就按照别人给你的剧本 对 我觉得 这样子照着做 好像比较不会出事 比较有安全感 但我也没办法肯定 就是你真的这样做 你自己还是会很大的怀疑 对 可是轩妮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希望大家能听懂 就是他 他最终可以 现在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因为他长出自己的自信 就他不是不听医生的 但也不是全听医生的 他不是他身边的人都要照他的走 但也不是就让身边的人都 都不照着走 对 我觉得 是有弹性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那个自信 可以长得出来 那学姐 学姐现在鸟绕这边 我好像听到一个就是 社会它还是会对女性 有比较一些严苛的 可白印象嘛 对啊 我们现在想到妈妈 就很多事情都跟妈妈有关 你自己觉得呢 我连从怀疑我都觉得 好像就只有妈妈 对啊 虽然爸爸也不敢干什么事 他做完他的事 他做完可以做的事了 对 然后就 这后面到 到连生产真的都 对他来讲 真的比较没有感觉 在爸爸的角度上 对 你自己有觉得 当妈之后 好像 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有关 然后压力很大吗 会啊 就是 就是奶粉没了 好像是我应该要负责 奶粉没了 好像是应该我去 清点库存 怎么会这样呢 对 那个过程中就有时候 但是也会莫名的觉得 真的觉得那是自己该要负责的 但 我觉得最后下的调试是 我愿不愿意放手让 身边的人一起加入 让他们愿意 也可以靠近 那我才有可能轻松 对 所以你会指派吗 就是 诶 那个你去看一下尿布还有没有 或是轻点尿布跟 奶粉还有没有 这是你要去注意的 就是你会很直白的提出你的要求 会 我会 我会直白的告诉他 指令清楚 指令要非常清楚 对于爸爸的角色 对他来讲 你指令清楚一点 他 他也比较能清楚知道 他自己要达到 他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结果好就好 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就是 现在听学姐讲到这边啊 好像 我有听到一个 我不确定对不对 嗯 但我会 我在学姐身上看到的一个就是 因为学姐其实在 你们家里面 他是一个 很 得到很多爱 他足够被爱的 小孩 是 他是这样子长大的 是 对所以 配我两个妈妈 哈哈哈哈 你是说小妈是 杨老师 是我 他有两个妈妈 所以他有两倍的爱 但你要不要讲一下 其实你也有两份压力 哈哈哈哈 这要开另外一集哦 哦对 所以我又发现 其实学姐跟一般 比较容易困住自己的妈妈 他的那个差异性就来自于 他小时候是被足够的爱养大 所以他现在也多了一些弹性 跟允许 是这样吗你觉得 对他的小孩 嗯 我不觉得全然是 对尽管我小时候真的是 不用担心家里的状态的小孩 就是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去上学 也不用管成绩 然后午餐 然后午餐有杨妈妈送便当 对想念什么就念什么 对 想去高雄就去念书 没人管我 超爽的 因为你前面的人都帮你打完仗 对 虽然我的生命过程是这么有爱 可是我觉得在我对于 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 刚刚仪璇讲的 我的直觉不全然啦 OK 对 会是什么 你觉得那个小小的差异是什么 太深意了 学姐在录之前 要我们不要给放钢 现在突然间空白了 怎么办 嗯 那个差异是什么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应该说我原本自己的状态 应该说我还没进起点文化以前 我可能会跟是一般的妈妈 是一样的 嗯 那在起点文化里面 实在上工作那么久 看着家庭跟凯宇 嗯 一起工作 一起 一起 就是一起 一起打拼 一起创业这样 跟这么多学员相处 对 学员的成长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 后来添加上去的一个养分上去 我才有可能看到 在我当妈妈的时候 我能看见 我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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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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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爱的 这是我从七点五花后面 才去学到的经验 这是我觉得 但是不是原生 我觉得 一半一半吧 OK 所以也就是说 学姐现在 虽然她比一般的妈妈 放得开有弹性 但也不全能是完全没有压力 特别是 张胖胖小朋友现在才一岁一个月 对啊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很压力啊 例如 嗯 呃 例如我决定我回来上班了 是 的那个过程 就是 你要不要说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想 我当初就是 你有想过要请三年育婴假吗 我一开始的剧本 有过啊 我没有 我 我清楚知道我 不会是完全在家照顾小孩的 哦 嗯嗯 但我那时候的剧本就是 因为 七点五花 就是蛮自由的嘛 是 就是有进来上班再上班 然后没进来就在工作 然后我就想说那在家工作 我就可以照顾小孩啊 是 是 然后如果我真的需要进教室 我就有 我妈妈可以帮忙 我爸爸可以帮忙 嗯 我的剧本一开始是这样 OK 后来呢 后来一个月 坐完月子之后发现 这一条根本行不通 完全不照你的剧本种 你失控了 真正行不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你 你一个心力在小孩身上 你无法控制工作什么时候会来 那他们 当小孩在哭的时候 工作又来的时候 我真的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嗯 那个过程中 是很大的 很大的拉扯 我现在是要顾小孩吗 对 小孩现在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要去顾他 但电话响了怎么办啊 对 他好像只能两个选一个齁 在那个当下 如果电话也来了 小孩也正在哭 你又不能跟小孩说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在哭 谁理你啊 你也不能跟客户说 我的小孩正在哭 所以你晚一点再打来 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才发现 剧本真的不如 我当初想的美好 嗯 因为前三个月的 那你真的是 自己的新手 就是乱七八糟 就是所有都是 啊 所以 这样好像也会想到一些 妈妈们 本来所期待自己 好像是应付得来的 嗯 就特别是对自己 有一些自信 就是 他成就也还不错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以前 可以handle了很多事情 嗯 学姐以前在 还没生小孩之前 所有的七点花 都是他handle的 没错 比我跟邱老师 都还要有功能 对一百样 跟猫毛一样细的东西 学姐都完全搞定 对 所以他就会很容易就是 嗯 这应该还好吧 对啊 应该不难吧 我自己喜欢小孩 应该照顾小孩 不难吧 结果一个月之后 就打回原型 完全不行 嗯 然后我就 后来凯宇跟嘉宁也陪着 我去聊聊 是 我发现我 就真的自己无法 照顾小孩 嗯 我真的没有像全职妈妈 那么的热爱照顾小孩 我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 立马 我记得好像两个礼拜内 我就找到投影中心 我就跑回下来 送金投影中心 有没有发现 其实学姐对自己的承认很快 她很快 她不会撑在那里 她不太防卫的 对 真的 可是你那时候发现 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结了婚 然后我跟你讨论 你要不要小孩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你会要 因为你喜欢小孩 对对对 那我也觉得 你真的天生就是比我还喜欢 对你很小孩 你天生适合当妈 适合怀孕 蛮适合 只只适合生小孩 可是你后来我记得那天我们在聊 然后你发现原来你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爱小孩 嗯 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很shock 因为你当初是因为你以为你真的很爱小孩 所以你才去生小孩 嗯 还是内疚感 欸我当下真的只是觉得我hold不住了 所以没什么好不承认的 就是我我承认不代表我不爱她 对对 对 我就呃就承认我我没那么在行就好了吗 那就换一个专业的来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妈妈在这里会过不去 对 因为就跟姨璇讲 我们这个社会给女性一个期待就是 你天生就应该要会照顾小孩 嗯 或者是你不会照顾小孩你当什么女人 对或者是怎么有可能妈妈不爱小孩 对吧 我觉得爱有很多种 对我来讲爱有很多种 我为什么要全心全意在她旁边这才叫爱 对可是 嗯 我觉得有些时候那个东西会很隐形的放到我们身上是 好像就当了这个角色之后 我不能承认 Sometimes我觉得小孩很烦 我就很想把他丢出去 对 我想要把他送给别人 嗯 有没有人要把他领回家 一个晚上都好 我会非常感谢 对 我随时随机都在喊这句话 对对对 我觉得这几些年来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 那在小的时候 嗯 你觉得我们的妈妈有能力这样说吗 不行哦 她们只能就是任命的 再忙再怎样 让小孩背着也都是要自己负责 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其实对于不爱小孩或不会照顾小孩 几乎就是一件千夫所指的事 嗯 而且是她们所有的身为女人的价值的毁灭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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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邀请轩妮来也就是想要 让大家知道说 欸 其实你身为女人不一定只能这样想 只能这样想 对 剧本有很多种 嗯 然后我觉得学姐今天来跟大家聊的 她就是一种 你自己找到出口 嗯 疏压的方法 嗯 而且她那时候真的超超有趣 我都会觉得你真的爱小孩吗 就是 哈哈哈 你自己亲姐姐怀疑你妹妹爱不爱小孩 那时候我们就去聊 然后 嗯 我们就好好跟她聊 因为我们心中也会有我们的 我们的想法 因为就是公司还是要经营嘛 等一下 你接下来要讲的话要小心哦 因为知道孟母十八岁 有可能会听到这一集哦 哈哈哈 突然觉得有压力了 我们来上一下压力歌 对对对 这时候该怎么排解压力呢 好啦对不起我打断你了 你先讲完 就是 欸我都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在想 欸如果宣敬她想当一个好妈妈 是 我们就全力支持她当好妈妈 是 那我们就得公司还是要营运嘛 对 我们就是得想别的方法 嗯 那如果她知道自己没办法 只当妈妈 她还要工作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得很现实的来讨论 嗯 这个时候就不是来谈亲情了 就是我们得现实讨论 怎么样才能work 嗯 那她本来那时候就想说 欸那妈妈 我我自己的妈妈 嗯 就是阿嬷 小小孩的阿嬷 对 是一个后援 你看又是阿嬷 阿嬷为什么永远 被推出来要照顾小孩 好再另一个议题 对 那时候萱婷就有跟我说 欸她 她想说要不要 因为我们不用每天进办公室 对 要不要 如果没有进来的那一天 就给阿嬷 嗯 那她其他可以进来的时候 欸 不用进来她就在家 然后可以进来的时候 需要进来她就进来 这样 本来也是打这种算盘 可是她那时候我就跟她说 我就问她啦 拖印要多少钱 嗯嗯嗯 很理智的问她 我叫她去做一个功课 因为我不知道 她就跟我说 我现在有补助 感谢大德的政府 大德 真的 我们要感谢她有补助 有政府有用有用 嗯然后她跟我说 一个月好 月费多少钱 哦月费总 总月费2万块啊 然后但是政府 在新北市就是9千块 所以我实际真的付出去 就是一万一 OK 那我就问她 一万一你们可以负单吗 嗯 我就开始跟她算数学 很实际的去算账嘛 对对对 我就跟理财清理学那一套 就开始跟她算 真的真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养育子女 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凭感觉 嗯 我希望大家有有一个想法 就是她是理性跟感性 都要同时兼具的 嗯 然后那时候 我就叫她算了之后 我跟她说 第一来 一来你们是负得习这一万一 二来就是 就算你有的时候 不用进办公室 我还是希望你把那个时间 留给你自己 嗯 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嗯 嗯 就是不要因为你觉得 好像没有进来工作了 所以你那个时间 就要留给你的小孩 真的 不行 我就说你付这个一万一 不只是让小孩 有一个专业的保姆可以 可以去照顾她 嗯 之余 你其实是买了时间跟空间 给你自己 嗯 去照顾好你自己 你才有力气去照顾回头 照顾工作 再照顾小孩 小孩 嗯 对就是她五点下课的时候 你才能开心的去接她 真的 你那时候接她好有爱 哈哈哈哈 对 这样小孩才会接受到 更好的品质 真的真的 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就是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逻辑是 特别是中国人很爱省钱 嗯 啊有一些 长辈们也会去说服 爸妈妈说 啊你都 阿怨阿怨 阿怨就不用开这条钱了 开这条 嗯 就是好像觉得 反正大家都 犧牲一点 这件事就可以 不用花钱 嗯 可是我会想要去提醒的事情是 是你省下了一笔钱 可是你会不会 付出去的成本是更大的 是 是 因为 因为当小孩 如果没有一个开心 或者是健康的妈妈的话 她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健全的爱 嗯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 薛妮说 你付的这笔钱 不是给小孩付保 保姆费 嗯 你其实也付了钱给你自己 嗯 可以 就算不工作 你还有你自己的空间 做你想做的事 对 保佑自己 偶尔跟朋友聚聚 或者去按摩 他常常跟朋友聚聚好不好 很好 所以学姐真的就是一个很能够做自己的人 对不对 那现在 现在学姐就是我们 杨老师她现在最近上了那个 心理免疫的课程嘛 嗯 那你自己在上完课程之后 你会觉得如果接下来 你再面对一些亲子 或者是教养上的困难 比较难过的压力观的时候 你现在有想得到什么东西 会对你最有直接的帮助吗 直接的帮助 嗯 杨老师的课程里面 他有一些身体上的放松 然后有一些是认知上的改变 然后还有一个是结盟跟照顾嘛 嗯 寻求外部支援 你自己在听的时候 你对哪个策略最有感 就是外部支援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 什么 一开始喜欢把事情拦在自己上 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就累死自己 那我还是找外部支援好了 嗯 那个外部支援 除了家人 相信老师 相信脱英中心的老师 当然你知道 新闻最近很 就是一直以来都蛮恐怖 但如果我打着 我相信老师 那老师就会好好对待 我的小孩 所以你不是这件预设老师 是会虐待你小孩的人 诶我看吧 要预设这件事 那我干嘛送下去啊 诶可是很多时候 很多家长会先预设 学校老师会伤害小孩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 小小的 就是不理想 他们到最后 都会演变成很大的 对啊 学姐你不会受 社会新闻的影响吗 多少会 嗯 我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是彼此要 如果我很在乎 老师会感觉到我的在乎 嗯嗯 那我觉得那是彼此 该都为自己的 角色去负责 这件事情 我负责我妈妈 我回来 我看我的小孩有没有一样 但 老师也负责她 该有的专业 嗯嗯 对 那外部资源 我觉得 对于面对压力 我找到外部资源 我找到一个能排解 就是让我自己放松的地方 嗯 我才有可能 再继续冲浪 我才有可能再继续的好好的 往下 往下个阶段走 对她走完了拖音 她还有幼儿园 哈哈哈 她很想学啊 哈哈哈 我觉得学姐啊 她那天有让我吓一跳的一点 就是9月28不是教师节吗 是哦 那大家听众朋友知道 她9月28以前在做什么吗 哈哈哈 我有一天就看她 她去文具行回来 就买了一些小小的卡片 然后我们就想说 这个是什么 想起电话要干嘛 对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结果这个是 送给张蓬蓬老师的教师卡 哈哈哈 我真的第一次 听到看到 有一个 妈妈是为了一岁的小孩 在帮老师做教师卡 然后其实你就是在 做好那个 结盟跟照顾的资源 对对对对 就是老师看到我的小孩 就会有好印象 就会有好印象 好印象嘛 这是我自己的 当然老师对所有小孩 是平等的啦 但我会觉得 如果我可以这样子 给老师好的循环 你给他好的善意 对让他感觉到 事实上 妈妈是很谢谢他 很感谢他的 嗯 他就会有好的 就是不会再有 就是正向循环啦 对啊 嗯 这件事情老师也好的心情 就是他工作上面 也不会觉得很厌烦 好 我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让 学姐让我有 惊喜跟惊讶的地方 嗯 他很会做到 照顾跟结盟 是是是是 他真的是起点花的公关 对 寄Coco之后 哈哈哈 他把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的关系都打理得很好 学姐要叫Coco学姐 对不对 对我要叫他学姐 好哦 所以杨老师最新推出的 线上课程 心理免疫力 他其实就有很多方面的 入口 让你可以去调节自己的压力 那我们自己在上过课程之后 也都得到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今天来的大来宾 学姐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所以如果你也对自己的生活里面 有压力的困扰的话 欢迎都点选我们节目下方的连结 就可以去购买我们的课程 是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我们今天要先谢谢我们的来宾 好啊 他是我们敲门第一个来宾 不是啦 第一个来宾是哈克 对耶 可是是我们三个 就是我跟你一起 你说第一次三个 三个人录 对对对 OKOK 也表示我们的设备升级到另一个程度 好 好啦 所以我们之后可以再多邀来宾 如果有机会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新世代同事 也可以邀来聊一聊 就是关于刚毕业的新鲜人 在压力什么事 是啊 是啊 也不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为你提出更精彩的节目 拜拜